画面中可以看到一部电动机车停在路边 不过以电下却不断冒出阵阵白烟 浓烟狂窜骑士赶紧下车却找不到方法来解决 只要赶紧打电话求救 正好一名远警经过附近赶紧拿起灭火器来灭火 新北市应该20号中午12点多发现一起火烧电动车意外 一部电动机车不明原因突然狂窜白烟 路人看得超级紧张 就怕会烧起来造成危险 而就在骑士打电话求救时 一名巡逻远警刚结束情务经过 赶紧来协助 索性第一时间喷洒灭火器处理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虚惊一场 只是电动车怎么会突然起火冒烟 原因恐怕还要进一步厘清